近日 南通多个小区的部分居民反映 在同等生活使用燃气的情况下 燃气费却大幅上涨 4月16日 据南通大众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燃气费用上涨主要受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 根据南通市发改委此前公告 今年1月1日起 南通市区燃气费上调 另一方面 由于燃气上调费用 原本双月抄表的用户追加了一次抄表 最近一次缴费实际是两个月的费用 而此前两次缴费都是一个月的费用 针对部分市民关于燃气表剂量 是否有问题的质疑 该负责人表示 燃气剂量绝对没有问题 燃气表都是有出厂合格证 以及上线检测的合格证 投入使用也是受到监督的 而针对个别用户 原本几十到一百每月燃气费 两到三月暴涨至上千元的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 将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 一同前往用户家中进行检查和排查 我们可以更换剂量表 或者委托第三方检测 在保证用户正常用气的情况下 观察接下来的用气情况 尽可能妥善处理好此事